香港的共產黨黨員其實是遍佈香港各個階層 女律師冒死自爆,港共窩爪之謎 為什麼?13萬人上街,老鬼絕食 撕挖港共政府,還好像死魚一樣沒有反應 這個女孩今天冒著性命危險,將謎底解開 踢爆港共組織,怎樣用國民教育,拉連青精英入黨 我在4.5暑大的時候,因為薄暑假 所以我就參加了新青年論壇的一些暑期活動 一參加,就展開她被共黨摸走前身之旅 新青年論壇,是親北京組織新論壇的分支 這個論壇的召集人就是她 和大陸關係密切,也是政經委員,經常搞洗腦交流團 去到我4.6的時候,有一次我和另一些參加者 就被邀請去一個飯局 就是在武上海飯店的 那飯局裏面就有 吳清輝,馬蓬國,河野蘭,還有大美俊 李小姐時留下班,上班是一次入黨的面試 果然,幾個星期之後 就被盡在李小姐,在新青年論壇會指單獨見面 也露出她的不理你吧 她就跟我說,現在我要跟你說的是國家機密 你一定要發誓,不能跟任何人說 現在我是以香港共產黨的名義 向你發出邀請,邀請你加入我們 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香港人共產黨 她跟我說,香港的共產黨黨員 其實是遍佈香港各個階層 而且是非常有組織的 其實他們才是真正掌握著香港的政策實權 真正有決定權的援握 而政府所有政策推出之前 都會在他們的內部諮詢完之後才推出 還說入黨之後,肯都不用做 讀好些書一直向上爬就可以了 有需要的時候就會找她 李小姐考慮了幾個星期 她是否本身信基督不拒絕入黨 過來人的她,就有些東西想跟大家說 大家不要那麼天真 一個兩制是要大家一起守望 人權民主自由這些東西 就好像肌肉一樣 如果大家一起努力去用 一起去守護,她才會壯大 否則她就會慢慢流失 我們就問過鄧永俊 她就不認有踢人入黨 覺得是抹黑 而馬復國就沒有聽過這件事 說申請聯論壇是獨立運作團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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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